西伯来书,第一章,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,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,儿子小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一切的,也增借助他创造诸世界。 他使神荣耀所发的光辉,使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一切,他亲自洗净了我们的罪,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 他所承受的名,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,就远超过天使。 所有的天使,神从来对那一个说,你是我的,儿子,我今日生你,又指着那一个说,我要做他的,父,他要做我的,子。 再者,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,就说,神的天使都要敬拜他。 论到天使,又说,神造他的天使为灵,以火焰为仆役。 他对,子却说,神啊,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,你的国权是公义的,你喜爱公义,恨恶罪恶,所以神就是你的,神用喜乐由高你,胜过高你的同伴。 又说,主啊,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,竹天也是你手所造的,天地都要灭霉,你却要长存。 天地都要向衣服渐渐旧了,你要将天地卷起来,像一件外衣,天地就都改变了。 唯有你永不改变,你的年术没有穷尽。 所有的天使,神从来对那一个说,你坐在我的右边,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荡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,凤叉浅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? 西伯来书,第二章。 所以,我们当月发郑众所听见的事情,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,既是确定的,凡干犯叛逆的,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 我们若忽略这磨大的救恩,怎能陶醉呢?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开讲的,后来是听见他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,用神迹、骑士和百般的异能,并圣灵的恩赐,同他们做见证。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,神缘没有交给天使管辖,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,人算甚魔,你竟顾念他。 世人算甚魔,你竟眷顾他。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,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,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治理。 叫一切都服在他的脚下。 既叫一切都服他,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一切都服他。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,因为受死的苦,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,叫他因着神的恩,为人人尝了死位。 原来那为一切所属,为一切所本的,要领许多的儿子,进荣耀里去,使救他们的元帅,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,都是出于一。 所以,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,说,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,在教会中我要歌颂你。 又说,我要依赖他。 又说,看啊,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,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,特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拳的,就是魔鬼,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 他诚然没有选取天使的本性,倒选取作亚伯拉罕的后裔。 所以,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,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,为百姓的罪线上挽回祭。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,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,西伯来书,第三章,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,你们应当思想,我们所宣认为使徒,为大祭司的基督耶稣。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,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。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,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,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,但建造一切的就是神。 摩西为仆人,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,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,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他自己的家,我们若将可喜乐地盼望和信心,坚持到底,便是他的家了。 圣灵有话说,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,就不可硬住心,像在旷野惹他发怒,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 在那里,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,并且观看我的座位有四十年之久。 所以,我为那世代的人忧愁,说,他们心里常常迷糊,竟不晓得我的座位。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,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 弟兄们,你们要谨慎,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,把永生审离弃了。 总要趁着还有叫做今日的时候,天天彼此相劝,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最迷惑,心里就刚硬了。 我们若将其出却时的信心坚持到底,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 经上说,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,就不可硬拙心,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 那时,有好些人听见他话惹他发怒,只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不都是如此? 神四十年之久,为谁忧愁呢? 岂不是那些犯罪,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? 又向谁启示,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? 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? 这样看来,他们不能进入安息,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 西伯来书,第四章,我们既蒙留下,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,就当畏惧,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,像传给他们一样,只是所听见的道语,他们无异,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,正如他所说,我在怒中启示说,他们若要进入我的安息,虽然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 论到第七天,有一处这样说,到第七天,神就谢了他一切的功。 又在这处说,他们若要进入我的安息,既有避见安息的人,那先前听见福音的,因为不信从,不得进去。 所以过了多年,就在大卫的书上,他又限定一日,今日,如以上所引的说,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,就不可硬住心。 若是耶稣已叫他们享了安息,他后来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 这样看来,必有安息,为神的子民存留。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,乃是歇了自己的功,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 所以,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,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 神的道是活泼的,是有大能的,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,甚至魂与灵,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,偷开,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眼前不显然的,原来一切在那我们,要向他交账的眼前,都是赤如敞开的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生入诸天尊荣的大祭司,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时定所宣认的道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,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,与我们一样,只是他没有犯罪。 所以,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,喂药的连续蒙恩典,做随时的帮助,希伯来书第五章。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,神的事,要畏罪献上礼物和祭物。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走岔的人,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 故此,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,为妖蒙,神所照,像亚伦一样。 如此,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,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。 儿子,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,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,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字,永远为祭司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,既大声哀哭流泪,奉上祷告,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,就在他所拒的事上蒙了听语。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,他既得已完全,就为樊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,并蒙,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字称他为大祭司。 论到麦基喜德,我们有许多话,并且难以解明,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 看你们学习的日子,本该做教师,谁知还得有人将,神圣言的出端令教导你们,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,不能吃干粮的人。 凡只能吃奶的,都不熟练公义的道理,因为他是婴孩,为独长大成人的,才能吃干粮。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,就能分辨好歹了,西伯来书第六章。 所以,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,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,不必在立根基,就如那悔改死刑,信靠,神,各样尽力,按手之力,死人复活,以及永远审判各等道理。 神若许我们,我们必如此行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,尝过天恩的滋味,又与圣灵有份,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,绝无来是全能的人。 他们若是倒退,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悔改了。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,明明地羞辱他。 就如一块田地,吃过屡次下的雨水,生长菜书,合乎耕种的人用, 就从神德福若长经集和吉礼,必被废弃,尽于咒诅,结局就是焚烧。 亲爱的弟兄们,我们虽是这样说,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, 而且近乎得救。 因为,神病非不公义,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,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,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,如今还是伺候。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,使你们有满足的盼望,一直到底。 并且不懈怠,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 当初,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,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,就指着自己启示, 说,论福,我必次大福给你,论子孙,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 这样,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,就得了所应许的。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,并且以启示为实据,了接各样的争论。 照样,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,格外显明,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,就启示为证。 即这两件不更改的事,神绝不能说谎,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,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盼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 我们有这盼望,如同圆魂的矛,又坚固又牢靠,且通入曼内,做先锋的耶稣, 既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,成了永远的大祭司,就为我们进入曼内,西伯来书第七章。 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,又是至高神的祭司。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,就迎接他,给他祝福。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,取十分之一给他。 他第一个名翻出来就是公义,王,他又名撒冷,王,就是平安,王的意思。 他无父,无母,无祖谱,无生之始,无命之中,乃是与神的,儿子相似,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 你们想一想,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,取十分之一给他,这人是何等尊贵呢? 那得祭司职人的立位子孙,领命照例,向百姓取十分之一。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,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,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 独有麦基喜德,不与他们同土,导收那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,为纳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 从来为分大的,给为分小的祝福,这是博不倒的礼。 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,都是必死的人,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,有为他做见证的说,他是活的。 并且可说,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,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。 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,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腰中。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执任以下受律法,倘若急着执任能得完全, 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个祭司赵麦基喜德的等次,不照亚伦的等次呢? 祭司的职人既已更改,律法也必须更改。 因为这些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,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由大出来的,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 倘若赵麦基喜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个祭司来,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 他称为祭司并不是赵鼠肉体的条例,乃是赵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,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 先前的条例,因软弱无异,所以废掉了,因为律法从来没有使圣魔得以完全,就引进了更美的盼望。 靠着盼望,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 再者,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。 至于那些祭司,原不是起势力的,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。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,主起了视觉不后悔,你是照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 既是起势力的,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。 他们做祭司的,固然是多,是因为有死亡而不能长久。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,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,他都能拯救到底,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 像这样圣洁,无邪恶,无玷污,远离罪人,高过诸天的大祭司,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,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,后为百姓的罪献祭,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,就把这事成全了。 律法本是力软弱的人为大祭司,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,示例,儿子为大祭司,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西伯来书第八章。 我们所讲的是,其中的总义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,已经坐在诸天,置大者宝座的右边,做圣所并真账目的执事,这账目是主所知的,不是人所知的。 凡大祭司都是未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,所以这人也必须有所献的。 他若在地上,必不得为祭司,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,他们供奉的试本是天上室的形状和影像,正如摩西江要造账目的时候,蒙神警戒他,说,你要谨慎,做各样的物件,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 如今,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,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,这约缘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,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 所以,主指责他的百姓说,看啊,日子将到,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,不向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,令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 因为他们不横心守我的约,我也不理他们。 这是主说的。 主又说,那些日子以后,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,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意念里,写在他们心上,我要做他们的神,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兄弟,说,你该认识主。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,都必认识我,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,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与不义。 既说新约,就以前约为旧了,如今那件旧剑衰的,就必快归无有了。 西伯来书第九章,原来前约也实在有侍奉神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索。 因为有做成的账目,第一层叫做圣索,里面有竹台,桌子和陈设柄。 第二曼子后,又有一层账目,叫做制圣索。 有金香炉,有包金的约柜,柜里有城玛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崖的帐,并两快约板,柜上面有荣耀纪录博的影照着十恩座。 这基建,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 这些物件既如此定下了,众祭司就尝进第一层账目,行拜,神的礼。 至于第二层账目,唯有大祭司每年一次独自进去,没有不带助学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线上,圣灵用词指明,第一层账目仍存的时候,进入至圣索的路还未显明。 那第一层账目,坐献金的一个表样,所献的礼物和祭物,救助良心说,都不能教师奉的人得以完全。 这些事,连那饮食和猪斑,洗拙的规矩,并属肉体的条例,在他们身上命定,都不过是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 但现在,基督已经来到,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,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账目,不是人手所造,意思就是不属乎这房屋的,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,乃用自己的血,只一次进入圣索,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 若公牛和山羊的血,并母牛犊的灰,洒在不洁的人身上,尚且叫人成圣,身体洁净,何况,基督借着永远的灵,将自己无暇无次献给,神,他的邪气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,除去你们的死刑,使你们侍奉那永生,神吗? 为此,他做了新约的中宝,既然借着受死,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,便叫蒙兆之人的住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 凡有一命,也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。 因为人死了,一命才有效力,不然,若留一命的还在,那一命就没有慎魔效力了。 所以,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,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训词传给众百姓,就拿猪红色羊毛和牛西草,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,又洒在众百姓身上,说,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把血洒在丈母和祭祀的各样器皿上,凡物差不多都是按着律法用血洁净的,若不流血,罪就不得赦免了。 所以,照着诸天样式做的物件,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,但那天上的本物,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 因为,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,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,乃是进了天堂,如今为我们险在神面前。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,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别的血进入圣所,如果这样,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,把自己献位祭好除掉罪,按住定命,人人都有一死,死后乃是审判。 像这样,基督既然一次被献,担当了多人的罪,将来要向盼望他的人第二次显现,并与罪无关,乃是为拯救他们,西伯来书第十章。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,不是本物的真相,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,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 若不然,献祭的士气不早已止住了吗? 因为敬拜的人,良心既被洁净,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 但这些祭物,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,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,断不能除罪。 所以,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,就说,神啊,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,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 烦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 那时我说,看啊,神啊,我来了,为要照你的执行,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 以上说,祭物和礼物,烦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,也是你不喜欢的,这都是按着律法线的。 后又说,神啊,我来了,为要照你的执行,可见,祂是除去在先的,为要立定在后的。 我们凭这旨意,靠耶稣,基督,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,就得以成圣。 凡祭司天天站住事奉,神,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,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 但,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,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 从此,等候他仇敌,成了他的脚凳。 因为他一次献祭,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,因为他记忆说过,主说,那些日子以后,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,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,又要写在他们意念里。 以后就说,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和他们的过犯。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,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 弟兄们,我们既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, 是靠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, 从慢子经过,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,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,神的家。 并我们心中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,身体用清水洗净了, 就当存着诚心和全然坚定的信心,来到神面前。 也要坚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,毫不摇动,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, 又要彼此相顾,激发爱心,勉励行善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,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,倒要彼此劝勉, 既看现那日子临近,就更当如此。 因为我们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, 若故意犯罪,赎罪的计就在没有了,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吞灭重敌人的烈火。 人甘犯摩西的律法, 凭两三个见证人,尚且不得连续而死, 和旷人践踏,神的。 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, 又泄满施恩的。 灵,你们想,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?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, 主说,身冤在我,我必报应。 又说,主要审判他的百姓, 落在永生,神的手里,真是可怕的。 你们要追念往日,蒙了光照以后,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, 你们一面被毁谤,遭患难, 成了戏警,叫众人观看,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 因为你们体恤了我的捆索,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, 也甘心忍受, 心里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 所以,你们不可丢弃信心,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 你们必须忍耐, 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以后, 就可以得住所应许的。 因为还有骗食, 那要来的就来,并不迟眼。 依人必因信的生, 只是,若有人退后,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, 乃是有信心, 以至原魂得救的人,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,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, 是未现之事的确据。 古人也是因着信, 得了美名。 我们集住信, 就知道诸世界是极, 神的话造成的。 这样, 所看见之物,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 亚伯因注信, 献祭语, 神,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,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, 就是, 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 他虽然死了, 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 以诺因这信被接去, 不至于见死, 人也找不着他,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, 只是他被接去一先, 已经有了他讨的神喜悦的名证。 人非有信, 就不能讨神的喜悦,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, 神, 且信他赏赐那肯切寻求他的人。 挪亚因注信, 济蒙, 神警界他未宪的事, 动了敬畏的心, 预备了一支方舟, 使他全家得救。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,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 亚伯拉罕因注信, 蒙照要往将来要得未业的地方的时候, 就遵命出去,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。 他因注信, 就在所应许之地寄居,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,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, 雅各一样,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,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 萨拉自己也急注信,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, 还能怀孕, 且生了一个孩子。 因他以为,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 所以, 从一个彭腐已死的人, 就生出子孙,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,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 这些人都是存住信心死的, 并没有得住所应许的, 却从远处望线, 相信所应许的, 且欢喜抱着,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履, 是寄居的。 说这样话的人是明说,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 诚然,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, 还有得以回去的机会。 现在, 他们却切募一个更美的家乡, 就是在天上的。 所以, 神被称为他们的, 神并不以为耻,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 亚伯拉罕音注信, 被试验的时候, 就把以撒献上, 这便是那领受应许的,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, 论到这儿子, 曾有话说,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 他认为, 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, 他也彷復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 以撒音注信, 就指着将来的事给亚哥以扫祝福。 亚哥因注信, 临死的时候,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, 扶着帐头敬拜, 神。 约瑟因着信, 临终的时候,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,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 摩西生下来, 他的父母献他是个俊美的孩子, 就因注信把他藏了三个月, 并不怕亡命。 摩西因注信, 到长大的时候, 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,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。 他看为, 基督受的凌辱,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, 因他看中那所要得的赏赐。 他因着信, 就离开埃及, 不怕亡怒, 因为他恒心忍耐,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线的主。 他急注信, 就守于月节, 行洒血的礼, 免得纳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 他们因着信, 过红海如行前地,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, 就被淹死了。 以色列人因注信,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, 城墙就倒塌了。 继女喇和阴注信,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, 就不与那些不信的人一同灭亡。 我又何必再说呢? 若要依系说, 吉典, 巴拉, 参孙, 叶弗塔, 大卫, 撒姆尔, 和众先知的事, 时候就不够了。 他们急注信, 制服了敌国, 行了公义, 得了应许, 堵了狮子的口, 灭了烈火的猛士, 脱了刀剑的锋刃, 软弱便为刚强, 征战显出勇敢, 打退外邦的全军。 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, 又有人忍受严刑, 不肯苟且得释放, 为要得这更美的复活。 又有人忍受凌辱, 鞭打, 捆索, 坚禁的磨练, 被石头打死, 被聚聚死, 受使叹, 被刀杀,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, 受穷乏, 患难, 痛苦, 在荒漠, 山岭, 山洞, 地穴, 漂流无定,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名声, 却仍未得住所应许的,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, 叫他们若没有我们, 就不能完全西伯来书第十二章。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,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,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,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, 存心忍耐,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,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,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, 就轻看羞辱,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,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 那忍受罪人这样与他自己作对的, 你们要思想, 免得疲倦灰心, 你们与罪恶相争,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, 你们又忘了那却你们如同劝儿女的话, 说, 我儿, 你不可轻看, 主的管教,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, 因为主所爱的, 他必管教, 又便打反所收纳的儿子。 你们所忍受的, 是神管教你们, 待你们如同代儿子,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? 管教员是众子所供受的, 你们若不受管教, 就是私子, 不是儿子了。 再者, 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, 我们尚且敬重他, 何况众灵的, 父,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? 生身的父, 都是赞随己管教我们, 唯有他管教我们, 是要我们的益处,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 反管教的是, 当时不觉得快乐, 反觉得愁苦,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, 结出平安的果子, 就是意。 所以,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, 发软的腿, 挺起来, 也要为自己的脚, 把道路修直了, 恐怕是瘸子走岔了路, 倒要痊愈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, 并要追求圣洁,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, 主, 又要窃窃细查, 恐怕有人失了, 神的恩, 恐怕有苦毒的根生出来扰乱你们, 因此叫多人沾染污秽, 恐怕有淫乱的, 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, 他因一点食物,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, 竟被弃绝, 虽然豪哭窃求, 却没有悔改的门路, 这是你们知道的。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, 此山有火焰, 蜜云, 黑暗, 暴风, 好声与说话的声音,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,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, 因为他们当不起索命他们的话, 说, 靠近这山的, 即便是走兽, 也要用石头打死, 或用镖枪刺头。 所限的极其可怕, 甚至摩西说, 我甚是恐惧战惊,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, 永生, 神的诚意,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 那里有无数的天使, 有明写在天上诸长子之教会所共聚的总会, 有神众人的, 审判官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, 并新约的中宝耶稣, 以及所洒的血,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, 你们总要谨慎, 不可不听从那向你们说话的, 因为那些不听从在地上向他们说话的, 尚且不能陶醉,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向我们说话的呢?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, 但如今他应许说,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, 还要震动天。 这再一次的话, 是指明被震动的,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, 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。 所以, 我们既在承受那不能动摇的国, 就当感恩, 照神所喜悦的, 用虔诚, 敬畏的心事奉, 神,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,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,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, 不可忘记接待客吕, 因为曾有接待客吕的,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,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, 也要纪念遭患难的人,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 婚姻, 人都以为尊贵, 床也并无玷污, 只是苟合行淫的人, 神必要审判。 你们行事为人不可贪求,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祖, 因为主曾说, 我永不披下你, 也不丢弃你。 所以, 我们可以放胆说, 主是帮助我的, 人要把我怎么样, 我也不惧怕。 从前引导你们, 传, 神之道给你们的人, 你们要想念他们, 效法他们的信心,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 耶稣, 基督, 昨日, 今日,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 你们不要被那猪般怪异的道理, 勾来引去。 因为人心靠恩德兼顾才是好的, 并不是靠食物, 那在食物上专心的从来没有的注意处。 我们有一祭坛, 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账目中供职的人, 无权去吃的。 原来生出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, 生出的身体被烧在营外。 所以, 耶稣也要用自己的血教百姓成圣,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 故此, 我们也当初到营外, 救了他去,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 我们在这里, 本没有长存的城,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 故此,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, 常常以颂赞慰祭献给神, 这就是我们那感谢他明知人嘴唇的果子。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,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, 且要顺服, 因他们为你们的圆魂时刻警醒, 好像那必要交账的人。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, 不知忧愁,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异了。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,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, 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,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 如今赐平安的, 神, 就是那凭永约之血, 使群羊的大牧人, 我们,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, 神, 在各样善行上成全你们,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,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 愿荣要归给他, 直到永永远远。 阿们。 弟兄们, 我略略写信给你们,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 你们该知道, 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是放了, 他若快来, 我必同他去献你们。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生图安。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。 愿恩典长与你们众人同在。 阿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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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